就是SARS冠状病毒 这次叫SARS冠状病毒2 有什么区别啊 基因组上有80%的是相同的 问题就在这一点点区别 上次的SARS冠状病毒 重归重矩 一旦感染必定发烧 发烧以后大多数人会重症 所以你只要以一个体温计 一个现在都是体温腔 但是我们就以一个体温计 可以走遍天下 只要所有的人都量体温 现在是所有的人在家里 待几个星期 你发病了再把你弄到方餐医院 是吧 但是不是的 所有的人都量体温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件事情 所有的从疫区过来的人群 量一个体温 体温高的隔离 体温低的不隔离 然后就是通过体温一件事情 把所有的SARS病人都给隔离了 这个病居然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全世界采取这个方式就没了 为什么 这个两个特别不一样 这一次的冠状病毒2 SARS冠状病毒2 它就是比原来那个药物2 你就很困难 它有大量的无症状携带着 你怎么才通过体温的反控呢 这就意味着这一次我们 国民院领反领控里面提出了一点 我们要加强对什么呢 检测能力的提升 所以你检测能力不提升 你仅仅通过一个体温表 你想搞定 你仅仅通过一个绿码 事实上是不够的 我们要大幅度的提高预见的能力 以及出现病例以后的快速的检测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